因为谢娜毁了她的天堂 所以她要毁灭整个华语乐坛 于是唐哥尔穿东北大傲长日不落 把隐形的翅膀唱成隐形的钢铁之一等 又想灵彤活了六十多年都还端着架子 觉得自己才是西游正统 同为老艺术家的腾格尔为何却能放低姿态 跟年轻人打成一片 腾格尔是内蒙古厄尔多斯人 名字腾格尔就是蒙古语蓝天的意思 他的家乡既贫穷又落后 没有通电 过年点根蜡烛都是奢侈 他跟疯狂传奇的凌花同村 其哥哥是凌花的姨父 两人过年的时候互相会到对方家拜访 也许是由凌花作为媒介 腾格尔才能更容易接受年轻人的世界 腾格尔的歌唱天赋来源于父母 他们都是当地有名的名歌手 腾格尔也耳濡目染爱上歌唱 但是他对上学很不感兴趣 其因是初中有次捣乱被老师批评叫家长 他一激动便想跳楼自杀 后来被哥哥发现及时制止 又把我打一动 就彻底没有退路了 就想到了结束我的生命 不过这给他造成很大阴影 从此对学习不感兴趣 三天两头想找借口逃学 腾格尔能成名是环境所致 15岁那年内蒙古艺术学校来招生 他虽没什么文化 但歌唱得好 因此考上了异校舞蹈班 加上有着出色的音乐领悟能力 别人弹钢琴的某个键 他就能立刻知道哪个音 所以很早便开始创作歌曲 当时他写了30多首歌 但是后来听到崔健的一无所有 于是把歌谱全撕了 腾格尔独特的唱腔来源于邓丽君 他学会了声音绵长的唱腔 而这在跟自己的嗓音条件一结合 于是专属腾格尔的声音出来了 1986年他参加清歌大赛 凭借一首蒙古人挤进琴石墙 从此开启自己的音乐之路 我们觉得满是草点的天堂 却让外国人哭得不能自已 有个外国评论说 虽然自己听不懂 但他就像在跟自己的灵魂对话一样 这就是腾格尔的独特魅力 天堂这首歌起初是为了纪念 自己蓝天白云的家乡 后来则是为了纪念 他六岁变病故的女儿 腾格尔有两任妻子 一任是哈斯高娃 祭司情高娃后的内蒙古 第一女演员 但是腾格尔跟他结婚 没多久便分离 因为他嗜酒如命 有时不惜卖血换下酒菜 最后欠下大笔债务 基本完全吃没了 就喝酒请客 哈斯高娃不堪忍受 于是跟他离婚 之后他改邪归正 遇上第二任妻子朱拉 这次他们生下女儿嘎吉尔 嘎吉尔美丽活泼 给他生活带来许多慰藉 但是在嘎吉尔六岁 那时他因先天疾病去世 腾格尔为此淡出过公众事业 其实腾格尔以前也是固执的守旧主义者 1992年腾格尔赴台北举行个人演唱会 成为建国以来 第一个到台湾举行个人演唱会的歌手 那时他还年轻 相貌颇死陈道明 在当地引起很大轰动 期间他跟台湾乐坛教父李宗盛 弹了音乐 问他为什么台湾的歌都是 我爱你你爱我之类的 李宗盛听了有点不高兴 两人的音乐交流也不欢而散 只是当时的腾格尔没想到 自己某天也会唱起台湾歌手 蔡依林的歌曲《日不落》 谁能想到这个唱着宅男神曲 恋爱循环的老顽童 是身兼国家一级演员 中文民族歌舞团副团长的重磅级人物呢 其实早在2019年 腾格尔与花泽香菜点动的消息便传出 甚至用up主题前模仿腾格尔唱《恋爱循环》 原本只是网友们玩梗般的玩笑话 没想到腾格尔居然真的学起来 之正跟他自己说的那句话不谋而合 自己生活在这个年代 想给你们服务就不能高高在上 于是他褪去重重的咳成了年轻人追捧的对象 参加见面把电台时录制现场里三层外三层挤满了人 最浅透的是等候腾格尔的战姐 他们拉起了应援横幅 把这个老艺术家彻底当成了爱动来追 他开始拍韩寒沈腾的喜剧 虽然当时韩寒找他是因为有人说他跟腾格尔长得像 但谁知这突破人类基因组的选角 却给电影添上神来之笔 你以为腾格尔是年纪大了徒生同心 所以放飞自我 那可就大错特错 他在90年代便开始用草原唱腔席卷摇滚乐坛 用民族唱法挑战通俗歌曲 始终走在音乐潮流最前端 2013年他唱了一首饱受争议的《桃花源》 不仅歌词将隐世桃渊明写成一个不羁风流的浪子 还在MV中邀请了各种花红柳绿养眼 这种欢快的风格让很多人无法适应 毕竟内饰人们还保守地认为 老艺术家就该一脸严肃地摆着脸 其实早在这时他就已经尝试突破创新了 腾格尔目前为止翻唱了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流行歌曲 这些歌音他钢铁洪流般的声音加入充满了搞笑感 以至于有人认为腾格尔是这样故意恶搞拨眼球 但事实上他每次都唱得很认真 只是在外人看来好笑罢了 照他所说做音乐一定要与时俱进 这种东西不能恶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